大家好,我是屁门 今天早上等给我四点多就上班了 现在我和哈哈两个人在这个厨房里面 昨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们去吃了点饭,买些东西 然后把屋子收拾了一下 一直就忙到了十二点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租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看感觉如何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 昨天晚上已经打算好了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柜子空调桌子 这里还有一个床头柜 这就是外面的客厅 这里面出了很几户人 总共好像有五户 外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厨房 厨房里面好像有人在厨房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 小家基本上的样子 住在外面不必家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呢 外面的厨房,厨房,客厅都是公用的 大家一起用 住在这里面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那个厨房 基本上都没法开 太脏了 根本就上不了厨房 灯哥昨天晚上就打扫了一遍 要好很多 但是我也会再把它清洗一遍 住在这里面的人嘛 都比较忙 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来也很累了 就没空气的会 这个也非常理解 但是后面的话 我会慢慢慢慢打扫 好好摸起来 待会儿回来先 我们走爸爸工地上去吃饭 嗯 昨天晚上我们妈妈已经很晚了 所以哈哈她就没有去她外面工地上 我和邓哥去了一趟 今天我就把她带到她外面工地上去看一下外面 刚好我们现在厨房里的东西还没准备好 也不用煮饭 我们就到工地上去吃个饭 今天这边太热了 今天这边的温度是36度 热得不得了 出来一会儿了 汗水就是一颗一颗的牛 你躲在这里咋子 宿舍里面电按下班 热气的 你没想到下班了 嗯 这里 这外面35度 那宿舍里面可能有30起8度 嗯 下面空海电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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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我们走过来的好久 嗯 这差10点 对外面站一会儿凉口去外面有风 哈哈 对外面有点 都不热 哈哈 早上 不吃花呢 是否已经在杀了你 你把哪个吃了 你没吃过嘴 好 哇 整个路过来头发都像洗的头一样 那你洗脯的小点就说是 对外下的挣钱都不容易了吧 我把衣服换了 我们走去市场去吃饭 好 好好 书跳 挺的 你不喊万一 去啦 没的吧 他只过来的热烧了 你看 我等你来吧 安万一 在工地上太热了 而且他们里面已经停电了 那个宿舍根本就没法呆 也没法吃饭 所以爸爸他说就在外面去吃 刚好馆子里面还可以凉快 我们没吃就来吃点 爸爸吃吧 这家 味道还行吧 这挺香好姐 太热了 吃个凉拌菜比较凉快 要点四个菜 点了一个汤 点了一个凉拌 点了一个胡椒 点了一个鲜 点了一个鲜 多了不吧 够了够了 吃了才说不够再点 不够再点嘛 买 买了这个菜点好的 你看这边也好人 我在这里吃 这边就是空天 这边就是风扇 这汗水还没干 一颗一颗的牛 这个猪腿 这个猪腿 牛弄的时候 这个猪腿 这个猪腿 这个猪腿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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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不得吃 以后爸爸吃 我吃这个大的 你给我吃个几分没有 你应该说什么 你是不是要说辛苦了 这是老肉啊 嗯 这个肉有老肉 或是辣的好吃 现在脖子有没有感觉 脖子 脖子 你现在脖子有没有感觉 一口少甘甜的 才能吃 往边的肥肉 我们吃个多脖子 安脆 你看吧 你偷偷把丹买的 待会儿今天晚上也要重新请我们去吃一顿 我是他想的他那么辛苦了 我们这么年轻 肯定我们应该请两海吃饭 我想到他今天晚上还请我们吃一顿 太客气了 走走好热 走 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 今天带儿子去工地摟一趟 干物很深 看到他们那么辛苦 生活太不容易了 感觉有种莫名的心酸 为了生活我们一定要加油 今天的视频分享在这里 下期见 拜拜